所有奇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这个YY的象棋主播大帝 今天跟兄弟们共同分享 研究一下中国象棋 一种非常冷门的布局 铁滑车的布局 现在咱们开始 也欢迎兄弟们收看 我是YY的象棋主播大帝 现在开始 因为时间关系 咱们不能录太长 不能超过60兆 铁滑车是一种非常冷门的布局 分为车一进一和车一进二 咱们今天给兄弟们介绍一下 车一进二的变化 车一进二线手器 我们称之为铁滑车 车一进一我们称之为小滑车 车一进二我们称之为大滑车 滑了两步大 然后黑方砸掉 红方再滑 再滑的时候 就到这种程度 铁滑车 首先跟所有的齐迷 再解释一下 铁滑车是一种带有明显欺骗性 欺骗和变骗招的布局 象棋的布局开局 走到这种时候 业余高手 专业骑手铁滑车 红旗肯定是要输的 业余骑手来讲 走到这种局面 而且还得是业余的高手 但会很敏锐的发觉到 这个红方的双车呀 都被这个自己的炮夹着呀 如果对方啊 一看这种台炮 打不到这个九路车 我打一路车 我肯定双两车必得七一 这是铁滑车 一个非常给力的骗招 准备打车了 我们将计就计 平炮 对方一看 这车这打 把车打死了 一开局 得了一车一马呀 然后我们抬炮 来了 再不打 人家逃了 打掉吧 然后红方 炮武进士 石破天惊了 这马上就杀齐了 双炮无电子 那黑方解杀的 唯一标志 唯一 唯一只能是这样 上帅 是不是 上帅解杀 平炮一将 不论你平时或者平六 人家这一将 这获胜了 铁滑车非常 非常给力的 吸引人的地方 那是你在现实中 和朋友下 咱说业余的 业余高手 这有范围的 对于专业骑手来讲 首先 所有的骑名 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对于专业骑手 对于真正的高手 职业选手 这种铁滑车的布局 是必败的开局 肯定要输的 咱一会儿给兄弟们 介绍一下 其实破解铁滑车 也并不是很难的 这样就赢了 但是话说咱刚才 现实两个人 在下棋的时候 走到这种局面 走到这种局面 又骑马了 你可以提醒 哎呀这骑 台炮 我知车是丢一个 让人家 可以提醒一下 让人来打双车 打俩车了吗 是不是 开炮 打车 然后放一个炮 再一打 这时候可以有个 虚位的停顿 哎呦 这车怎么办呢 这车 快快躲一步炮吧 有虚位的停顿 吸引对手上当 吸力战 然后对手一看 这是打掉吧 然后我们炮一击中兵 石破天惊了 双胖无电子 咱就获胜了 这铁滑车的其中一种 这个骗招啊 打马了啊 然后第二倍 我们又滑 那如果再打 这是我们台炮 铁滑车啊 铁滑车 连气了双马 基本的目的 就是快速出自 出奇自胜 这个巡河炮 是非常必要的 后面有车的掩护 可以平炮将军 可以抢个仙手 抓炮啊 等等啊 一会儿给兄弟们 陆续的介绍介绍 那这时候啊 黑方啊 也可以这个 就是高手来讲 你看炮控制的底四 不是 这个炮啊 这两个炮控制两个底四 四补不起来 所以黑方啊 这个这个好多都这个 就是非常想这个快速的自胜啊 平车站内啊 平车站内这个吃底四 然后人家咱们再一放炮 人家这个 吃四 吃四吧 吃底四 这底四跑不了 要么是挡 就是说 我们就砸 人家一看一砸 作为高手来讲 杀一将上帅 应该能想到批一将啊 出帅 一杀住命 把中炮驱赶走了 你这些还怎么赢我呀 我这肯定是必胜局面了 但是红防有一个对策的 很妙的对策 这对策你怎么赢啊 你躲了 但重炮无电子 是不是 你这样将吗 你这样将没有什么效果 你这样将我还是要对策 这怎么硬啊 不好意思啊 吃你车呢 你杀一将吗 杀一将 我就杀掉 双炮无电子呢 没办法解杀 比方说你退炮吧 你退炮没用的 人家退一步 还是挡着你 不让你中间夹这个芯 那就没有办法 这其基本上只能是上帅 上帅批一将 和刚才的路线一样 批死 这样铁滑车就获得胜利了 这铁滑车比较这个 比较吸引人的骗招 当然还有好多啊 铁滑车的变化还是挺复杂的 然后走到这种局面啊 对方一看 这我们抬炮 对方也 我们红防一抬炮啊 黑方一看啊 中路比较空虚 硬一下吧 上个像嘛 上个像 我们就平炮砸一下车 平炮砸车啊 这几没有 没有选择 只能上马 对不对 上马挡一下 平车再一次炮 什么好多 这时候啊 就是在对车 对车 对车啊 你对了车 我们多俩马了 是不是 肯定赢啊 你要刹车的话 马一踢啊 马一踢回去 那就必胜了 但同方对车的时候 黑方对车的时候 同方可以不理了 可以浸泡 浸泡打中兵 你吃车呀 我就吃掉呗 把车吃掉 或者先砸一浆 再吃掉车啊 那车车这边打着马 这边吃着炮 那么可以演变一下 你吃车 我们先 我们先打一浆 打一浆 你只能硬 是不是 你上这边吧 上这边 我们吃车 打着马 这边还有铁门酸 上四六进五吧 十六进五 我们吃掉啊 你这时候 你比方说 你躲炮吧 你炮怎么躲呀 这炮 这样躲呀 还是这样躲 或者你躲马 这个是临场选择的问题了 咱们说 这个躲炮吧 炮死了 我先转个四 转个四 红方 一打马 那底下闷工呢 你出帅呀 这一瓶浆 你只能进去上市 砍一枪砍死 进去闷工 这铁滑车啊 好多这个布局的限制和骗招啊 都在这里 这是铁滑车的又一种生理方法啊 咱现在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啊 我给兄弟们介绍一下这个破解之法啊 那打完之后 抬炮 其实抬炮以后啊 作为黑放来讲啊 这个刚才是介绍这个飞向啊 包括黑放 如果这个好多这个业余洗手啊 他是 这个上正马呀 他怕这个瓶炮骚扰什么 他这个非常急着跳鞭马 这跳鞭马并不好 跳鞭马我们可以放中炮打 打这个啊 上正马保中兵吗 我们出车抓炮 这时候还有好多选择中招 都是这样 对车啊 对你抓炮对车啊 对车我吃掉 吃掉你 你怎么办 你退去吃吗 我们一打中兵 这又杀齐了 铁滑车的这个陷阱和骗招啊 对于业余洗手来讲 还是很不好掌握的啊 这个尤其临场来说啊 很容易忙急中出错的 忙中出错的 这是另一种的铁滑车的陷阱和骗招啊 在台炮以后啊 其实黑方来讲就上个马 就是这时候并不怎么害怕的 比方说你担心炮平江 炮平一江我们就上个四啊 这回你出车有一个中马掩护中病 我们就没有浸泡了 我们可以顺利上个四 你你炮浆啊 比方说炮浆 炮浆我们就应个四呗 对不对 没有什么选择 你抓我炮的时候我就对车了 这时候可以对车了 无忧啊 你吃了我吃了 没有什么这个威胁啊 这是一种方案 你就是炮平江的 你要炮怕这个打向吗 所以打向的时候 这个可以介绍介绍 兄弟们打向这个上向啊 其实并不怎么好 打向你上向啊 但是这个就不好解决了 这个解决的办法 其实进车是最漂亮 进车啊 下巴我们只平时打底四 你如果打一架红防肯定很快就败了 赤掉 你要狩猎我们就对车 多双子是不是 这其红防基本已经是毫无办法 这炮一打呀 这个就像炮弹是 你瞄着威胁更大 你这一旦发射出去 没有后续手段 基本上就已经面临舒淇 所以这个炮也是不能乱打的 你要你要是打车呢 那平方打车抢先呢 我们就上个马呗 这个时候这个进攻对于红防来讲 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快速这个必要的手段了 黑方来讲可以很从容的出自 出自以后这个肯定是黑方大有 是不是 简单的破解方法就上个正马 这个时候 作为红防来讲 如果下的顽强一点的话 进攻应该是已经已经不怎么给力了 进攻不给力的时候就需要防守了 要退车吃炮了 这个炮也是也是不怎么好躲 退炮人家又退车抓是不是 首先就打掉 打掉也黑方也占优了 你吃掉呗 吃掉人家就出个车 这个是很关键 这个可以掩护码 这个车比静翼 通常说静翼比较更灵活 道路更宽敞一些 但特殊情况这种歼二要比静翼要好很多了 这骑马上就面临吃这个底四 这底四你怎么硬啊 这红防基本就很不好硬 红防怎么硬你说 这骑基本红防比较好的选择了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平车交换炮了 不让这个车顺速的杀通了 这个如果打四的话 红防还还可以应付 比方说我们平车吃的底四 你要上马 那这就简单了 上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了 是不是 上马我们就砸一下马 砸马这个马怎么硬啊 你你多马 多马卧心 我们再吃炮 这炮就给捉死了 是不是 你炮你打相吗 打相就吃掉 哎少走一步 打相我们就吃掉 这骑这个仲残局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了 就红防这个亏 但是也可战 黑防的优势没有那么大啊 所以并不是理想 并不很理想 所以打四并不理想 但是可以简单的把炮一打掉 这骑这个红防一吃啊 就这个黑防应该是大优的局面了 多指 而且还多四 接下去这个 然后说平车 上个底四抢个线手 你回帅嘛 回帅我们出车要对 这骑肯定不能对啊 要么平重 要么吃这个冰 是不是 吃冰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顶你 送你冰吃 然后我们就上马 这骑事不可当 接下来这个路就这个 我就不给兄弟们介绍了 并不很难的啊 简单介绍一下铁华车啊 兄弟们希望兄弟们喜欢啊 喜欢的点赞转发评论 感谢所有支持啊 支持象棋 支持大帝的好哥哥们 好兄弟们 谢谢兄弟们 拜拜 拜拜